期盼社区空间打造出符合民众需求的设施 县议员张怀文则向花莲县政府建议 在寿丰村的找田沟旁 以及这个无权城的旧活动中心 来打造两处的体建设施活动环境 提供民众可以安心使用的设备与运动空间 运动休闲以及养生是目前社会老年化 比例最为普遍的一个问题 但是提供舒适的运动空间 让老少都能够使用完善的体建设施 县议员张怀文建议花莲县政府 增设两处的社区体建设施 近日也进行实地会刊 那我们希望说在这个年度里面 针对平和跟寿丰这两个社区 先做一个体建设施的设备充实起来 让这些长辈还有喜欢运动的这些乡亲都有一个地点 在那边运动 这次在寿丰村的部分 其实在很早之前我都已经有一个整体的计划 想把寿丰村的这个本来原计划的这个体建设施再把它完成 我也希望多多来服务我们的乡亲 也希望有很多的地方 我们都能够尽一些棉薄之力 把这个体建设施 能够在各个角落把它充实起来 让更多的朋友 都有一个很好的地点来运动 兽丰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林品阳也表示 社区长者居多 能够提供安全的体建设施使用环境 可以多鼓励长者走出户外 让身心灵可以更健康 共和村的东西像 我们铁路局啊 闲置的一块空地啊 已经闲置非常的久 那我们社区啊 的居民也非常啊 渴望啊 能够拥有一个 很好的优质的体建设施 以及油气的空间 张怀文议员 那么特别啊 争取啊 一百七十万的这个经费啊 在我们的社区啊 营造啊 一个非常休闲 优质的空间 那么同时啊 也要特别感谢啊 我们花联县政府 我们徐政卫 我们徐县长 特别支持啊 我们社区 我们才能够拥有这么好的一个空间 那在此啊 也希望到时候 啊 体建设施 以及游戏空间啊 完成以后啊 啊 大家能够好好的爱惜 那么一起来维护啊 社区的啊 环境 兽丰村枣田沟旁 以及五全城旧活动中心两处的体建设施 总预算275万元 预计能够在今年底完成 提供社区长者有一个更完善的体建设施运动空间 记者林杰 寿风箱采访报导